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刚刚起床九点半了 来不及了,因为我今天要去教会 简单分享我的早餐给你们 这个 很多种水果的,纯天然的 它有这个Pan Apple和Pation Fruit 就是百香果Apple 还有什么,还有好像是 芒果 所以非常好 这个鸭蛋 不是鸭蛋,这个是鸭蛋 是我自己家的小鸭子下的 然后因为今天 我没有时间做太多 所以就是这样 这是我用鸭蛋裹的一个吐司 其实就是两片面包 有的时候我会吃完 有的时候我会吃不完 就是这样子 一杯果汁就完事了 嗯 有的时候我还会用它 但是 这种蜂蜜 这种蜂蜜 是很好的Maluka蜂蜂 在这里也 40块钱一瓶 40块钱牛逼一瓶 因为这种蜂蜜是可以有治疗作用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吃面包的时候我会抹 但是如果我今天喝的是豆浆 就是那种 豆浆我就不会吃它 因为豆制品不能和蜂蜜一起吃的 豆制品是绝对禁忌的和蜂蜜一起吃 它两个都是好东西 但是放在一起就不是好东西 所以我都会拖好这一层 然后呢 就是这样吃 很简单很健康 看有个 我不是一个很花时间做饭的 但是 我吃的都很清淡 很精华的东西 我不吃了去把做东西 还记得这个茶吗 Tea bag 我会喝这种茶每天 英国人都是喝红茶 English breakfast tea 就是淀状的 他们会加牛奶 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加 但是因为我不是一个 总是买牛奶的人 所以 我就是直接这样喝 真正的English breakfast tea 它是要加牛奶的 它是养胃的 红茶是没有次与性的 养胃的 有人问为什么不用筷子 我告诉你 我出国的时候根本就没买筷子 不知道 不懂我没出过国 有好多东西都没带 而且呢 我们吃饭都是用完的餐具 全部放到洗碗机里边洗的 但是不满的时候 并不马上开洗碗机 可能是两天开一次 根据情况 如果筷子放在洗碗机里边 你不马上洗的话 它会涨霉菌 一涨霉菌就要扔掉 要不然会致癌 所以不适合放筷子 不适合使用筷子 而且我这么多年一直用刀叉 我已经很熟悉跟洋人一样 所以我很会用刀叉 我用叉子 洋人一看 我就是个洋人 所以我跟洋人party的时候 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 他们觉得我在这里生活 至少三十年了 因为他们说很少有华人会像我这么会用 我老公天天和我一个桌子吃饭 和他家人一起吃饭 我也会学 玩叉子玩得特别累了 因为完了我们都会消毒 吃完了一次忙碰消毒 我教会了我老公用筷子 我老公教会了我用叉子 我们就是文化交流 我老公其实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是双国籍而已 只是我选择了新西兰 我不喜欢大的国家 人口多的国家 我喜欢像瑞士呀 新西兰呀 或者荷兰这样的国家 因为我今天要去聚会 我们在教会十点开始 你知道我们这鸡蛋现在特别贵 他们的鸡也是那样 不是所有的都是那个走地鸡 我的鸡都可以在院里跑 抓小虫子吃我掉点水果 所以我喜欢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 我还会用自己家的水果 打果子这样喝 新西兰的面包 西方的面包是非常非常棒的 你不知道吗 非常非常棒的 它加了很多很多的成分里边 就像这个果子一样 它并不是单纯一种水果 它有 这个是饭后吃可以排毒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排泡 苹果大家也知道 但是苹果也不能吃太多 这个百香果 这个芒果 这个都是很好的水果 它会合在一起给你吃 所以呢 我每天喝着一杯 我就有足够的 补充维他命 我现在吃不上了 你其实人真的吃不了多少 吃多了只能增加是脾胃的负担 如果吃精华的东西 吃一点就足够你的营养 但是如果你吃这一点 你吃的很多是不健康的东西 那就让你生病 肯定生病 因为你是靠它来吸收营养 给你的身体补充能量 所有的疾病 都是因为你身体缺乏一种东西造成的 所以要营养均衡 均衡就是各种矿物质 各种维生素 都平衡 平时呢 如果是我一个人在家的话 星期天我也不做饭 我就出去吃 但是现在我的孩子 他刚办事回来 他现在辞掉工作 去中国回来 他还正在找工作 所以他并没有马上找到工作 他在家里边 所以他会做 他也去聚会 但是他聚会 他早早就跑回来了 一聚会完了 他不跟人家聊天 他就跑回来了 他比我早回来 你就做饭还等着我 好 祝你们有愉快的一天 我走了 祝你们有愉快的占占卜